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我先確認大家是安全的 好 36.9 體溫正常 先生 不好意思 幫你噴一下酒精 好 可以開始開片了 你們都是安全的了 嗨 大家好 我是毛小孩 獸醫爸爸 最近的疫情呢 我們常收到很多的留言 跟診間也會有一些主人 他非常的擔心 到底寵物要怎麼辦 在疫情期間呢 到底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那這邊呢 獸醫爸爸就來跟大家提醒一些 如果你養寵物 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狗狗 OK 首先呢 第一個 這個特別重要 如果你要帶動物去看診 請先跟你的動物醫院聯絡好 目前現在很多動物醫院 都陸續的推出自己的防疫措施 有些醫院說 如果你不戴口罩 你就不能進去看診 有些醫院呢 說你體溫超過38度C 就像你搭捷運一樣 你就不能進去搭捷運 不能進去看診 那這個時候呢 都要注意動物醫院的相關規定 因為你有可能你動物正在生病了 但是你也可能正在生病 那你戴血的過程中 不只造成這個病原的傳播 然後也會造成你的動物 沒辦法即時的看到診 那第二呢 如果可以的話 我會建議呢 不要在後診區裡面後診 你可以在車上等 或者是你在停車場等 那等到到你的時候 你可以請龜孩小姐 稍微提醒你一下說 快要到你了 或者是你再抓一下時間 再回到診間去看診 這樣就可以減少一些群聚感染的風險 那我們也有很多的主人都會很擔心說 我們疫情期間 我們寵物該注意些什麼事情 那今天獸醫爸爸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些 你可以做的事情 跟你必須要知道的一些觀念喔 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 目前沒有任何的證據顯示出 這寵物呢 會透過人的傳染給他 並且呢 他會再傳染回來給人 那有一些個案呢 他是有確實說 在動物身上有發現一些病毒的存在 但是並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出 這個病毒呢 會直接再回來傳染給人類 因為冠狀病毒呢 其實在所有動物身上都有 像在狗呢 他的冠狀病毒是主要是腸胃道的 他會造成狗的拉肚子 那在貓咪的冠狀病毒呢 就是屬於這種免疫性的 會造成這個貓咪的FIP 那傳染性的附墨炎 那其實在豬也有冠狀病毒 豬的冠狀病毒呢 是屬於這個流行性的下粒 或是地方流行性的這種PED或TGE 其實各式各樣的動物呢 都有冠狀病毒 不是只有人類有 那冠狀病毒呢 是因為這一次的疫情 突然變得很紅起來 那面對病毒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做三件事情 真的要注意一下 三件事情 這超重要的 因為一個動物會感染 他就是三個要素 要同時的構成 他就會感染到這個疾病 第一呢 就是一個脆弱的敘族 一個脆弱的動物體 脆弱的動物體的意思就是說 你本身的抵抗力如果不好 你就可能會得病 那第二個呢 必須要有病原的存在 就必須要有這個病毒存在在這個地方 並且你得到他的感染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呢 就是要有一個適當的環境 那有一些病毒呢 他是不耐酸 不耐減 不耐高溫 或者他在不適合環境 他就無法存活 或者他存活時間非常短 那每一個感染呢 他必須要構成這三個要件 就是要有動物體 要有病原體 要有適合的環境 那怎麼去破解這個三角關係呢 這三角關係的破解呢 就是從這三個地方去著手 第一個呢就是動物體 它本身的免疫力要怎麼提升 那免疫力呢 其實是不能提升的 它是透過調節的 那可以透過一些間接的方式 譬如說我們平常要 多運動 要多保持 均衡的飲食 好可以補充一些 維生素啊 礦物質啊 這些營養素 讓我們體內呢 可以有更強健的身體 不管是人 還是動物 都是一樣的觀念 那再來呢 是這個病原體 那病原體的阻斷呢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方式 譬如說呢 我們帶動物出去散步 那散步回來 我們就記得可以全身稍微檢查一下 不只在這個疫情期間 我們本身如果有帶寵物出去散步的習慣 尤其是一些比較雙層毛的狗 你都要去注意它 因為這個狗狗的身上 有可能會有一些跳蚤壁絲 因為你們家的狗有預防跳蚤壁絲 但別人家的狗可能沒有 流浪狗可能沒有 那這時候呢 它就可能會帶一些跳蚤壁絲回來 回家的時候就整個毛 給它翻一翻看一看 都會對寵物有所幫助 那再來呢 就是可以用一些 寵物用的獅子巾 好 那裡面是不含酒精的會比較好 就是你回來的時候記得 一定要先清潔再消毒 因為消毒它是建立在良好的清潔上面 你可以想像一下 這裡如果有個大便 大便如果你不清 你對著它狂噴消毒水 好 狂噴 噴完之後 它大便還在那邊啊 而且這個病原體呢 它會躲在這個不乾淨的東西裡面 所以重點的重點就是 你一定要先清潔 然後才消毒 好 如果你清潔不確實 這個消毒劑是沒辦法貫穿這個髒東西的 是沒辦法貫穿這個大便的 好 所以記得一定要先清潔 那清潔就是 好 用一些獅子巾 因為你不可能每天帶你家的狗 你家的貓去洗澡嘛 所以就記得如果有去接觸到外界的時候 回來的時候 四肢啊 毛髮啦 都可以用獅子巾呢 整個把它擦一擦 好 先做好清潔 那過來呢 是消毒 那消毒的話呢 比較不建議用酒精直接噴在動物的身上 因為我們在診間 我們在打針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用酒精去消毒 那消毒以後你就其實會看到 有些動物它對酒精是非常刺激敏感的 好 但是因為我們是為了要打針 我們不得不一定要做這個消毒的工作 那在家裡呢 我們不要每天讓它受這樣的苦 我們就可以拿一些 清潔噴霧 現在市面上其實 蠻多清潔噴霧可以選擇的 那我這邊就不特別去說 哪一家清潔噴霧好還是不好 你就可以買回來的時候 可以噴在自己的手上 你就可以感受一下 這個東西到底是好不好 那這個清潔噴霧的使用方式 也很簡單 就是當你做完清潔以後 你就拿這個消毒噴霧 在它的四肢還有全身 只要記得不要讓它吃到 不要讓它近到眼睛 基本上你全身噴 它都是非常安全沒有問題的 好 第三點呢 就是這個環境 那環境就是反舉動物 會接觸到的東西 譬如說它常常吃的那個碗 它常喝的那個水 那你一定要記得要幫他們做清潔跟更換 因為現在市面上已經有很多是 動物專用的洗碗精 那個跟人的洗碗精是比較不一樣 它的這個清潔的效果還蠻不錯的 而且它的殘留也會蠻少的 好 那這種東西呢 就比較適合給寵物來使用 好 那要記得喔 你的碗 每天你吃完飯 你都記得要拿去洗的嘛 對不對 不是你洗也是你媽洗啊 好 所以請記得 你就是他媽嘛 他又不會自己洗 所以你一定要幫他洗啊 特別是水碗 真的有很多主人啊 這個水呢就是懶惰到不行 好 怎麼講呢 就是水沒了就加 水沒了就加 好 那剩下一點點也加 那你可以知道 你很像在養細菌嗎 好 那個細菌呢 在下面呢 它不斷不斷的被你這樣子 養的越來越多 越來越豐富 那最後甚至有些 那個水都已經 咳咳 太醜醜醜的 你都沒有任何的自覺 好 因為 狗貓呢 他吃完東西之後 他就會跑去喝水 尤其是吃乾飼料的主人 要特別注意 一隻狗能吃多少乾飼料 跟他喝多少水有關 所以他吃完飼料呢 他滿嘴的飼料 他就跑去喝水 那喝水裡面 他就很容易會把一些 這個食物的東西 會帶到這個水碗裡面 那水碗裡面有食物 他就變成一個 非常營養的 豐富的像培養劑一樣 那細菌就滋生 那滋生之後 你又把他喝下去 那試問 如果你一個飲料放在那邊 你昨天的珍珠奶茶 你還會喝嗎 你昨天的 85度C的這個飲料 你還會喝嗎 你不會嘛 那你為什麼要叫你寵物 每天幫你加水 讓你讓他喝呢 OK 他是別無選擇 如果有選擇 他可能就把你換掉了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給大家一些 在家辦公的時候 要跟寵物相處的一些 基本的原則 因為你平常呢 是平常日 你是不會在家的 那如果你突然之間 有很長一段時間 你一直在家 那你跟他的互動呢 又有巨大的改變 那有時候會對動物呢 產生一個巨大的落差感 就是說你如果復工了 你回去了 他會覺得 奇怪 我的主人怎麼原本 每天都在家裡陪我 花的時間就很多 都會跟我餵零食啊 可能都跟我玩玩具啊 那突然之間你一復工 他就會很不習慣 所以這邊呢 要記得 如果說你在家防疫期間呢 請記得跟他保持一個 就是不要那麼大落差的一個相處模式 比如說你平常你餵他零食 就是晚上餵 你下班以後才餵 你不要因為你在家 你就一直餵一直餵一直餵 他就會變胖 然後變胖以外 他會很不習慣 然後如果你復工的時候呢 他的生活 他就會有一些改變 那這邊會有一些小技巧 就是說如果你 平常在家 或特別是你不在家的時候 你要復工之前呢 你可以幫他準備一些東西 像是一些會動的玩具啦 或者是他可以自己過去拍打的 像什麼打地鼠啦 這種類似 我們稱為叫做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叫環境的豐富化 讓他這個環境呢 每隔一段時間 都有一些新奇的東西 那寵物對於一個一樣的環境 一樣的空間 他才不會感到 那麼的落差感那麼大 防疫期間要注意 不要跟他有過度落差的相處模式的改變 那不要餵他過多的臨時 接下來就是 如果你要復工的時候 在復工之前 可以準備一些環境豐富化的小玩具 讓他可以跟你一起 度過這段疫期的期間這樣子 好啦 那今天兽衣爸爸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那如果我們還想 看我們拍什麼樣的主題的影片 歡迎留言跟我們講 那我們再到這邊囉 我是你的毛小孩的兽衣爸爸 掰噗